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是一种不存在打法 他全程打桩 所以他全靠篮来获胜 他七手平柱压 美靴赢到四个柱马就停 美靴的盈利只赢是四柱 四手 如果他每输四柱呢 他这个篮法就上升一层 他这个柱马是加百分之二十 继续平柱 如果赢了四柱呢 他就停 所以呢 美靴呢 你靴赢四柱 他就停下来 等下一柱开始 他如果输了四手就继续往上走 一直加加加 如果赢了呢 赢了四柱呢 他马上停 然后呢 这个返回 返回上一层啊 他不继续打了 如果输了呢 就再往上走啊 就是这么一种打法 他每一削 如果靴赢四柱呢 他就停下来 不打了 他是这么一种打法啊 全程只打桩啊 每上升一层呢 柱马是前层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每赢四口呢 本学只赢 等着下靴啊 输四口呢 进入下一层啊 赢四口呢 退到下一层啊 是这样的 啊 好了 我们呢 这个模拟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呃 我们先清零给大家看一下啊 呃 这个我们看得出啊 我们赢了一二三口啊 输两口 竞赢一口啊 呃 打平 啊 然后呢 我们竞赢一二三四 我们停下来啊 呃 就这么一个一个楼梯拦法啊 呃 我们一千为一个基本筑马啊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好 这个我们是输了啊 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个呢 闲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我们肯定是输的啊 呃 我们一开始赢的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打平啊 我们竞输四口之后呢 我们懒位上升上升到 到一千的一点二倍啊 呃 一千二啊 然后我们继续打啊 呃 继续打呢 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又输了四口啊 到这又输了四口啊 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上升揽位啊 我们升到三 呃 三个揽位呢 是一千二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那就是十二乘十二是一千四百四十啊 我们继续打 呃 继续打 我们看到 呃 这个也是 也是输了啊 到最后也 也输了四口了啊 呃 所以我们要上升到第四层 一千七百二十八啊 那么我们下一层呢 就是从第四层开始啊 一千七百二十八 我们打来打去呢 呃 呃 赢了四口啊 我们这时候停了啊 这时候我们揽位下降到三啊 我们从第三个开始打啊 下一手啊 呃 下一屑啊 呃 我输输赢赢 输输赢赢呢 呃 到最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取得胜利了啊 呃 这层只赢 我们把这个揽位降到二啊 下一个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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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取得胜利了啊 呃 这层只赢 我们把这个揽位降到二啊 下一个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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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层开始打啊 第二层呢 我们看输了一口 赢了一口 打平啊 我们又连赢四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回到第一层了啊 呃 呃 本薛赢了四手啊 我们回到第一层啊 呃 呃 我们第一层可能打啊 呃 呃 输得比较多啊 第二第三啊 呃 我们一直打第三层啊 第三层啊 第三层啊 第三层我们赢了呢 呃 我们回到第二层啊 一直打啊 第二层输了呢 再上升到第三层啊 总之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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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篮法啊 呃 我们就一直给大家测试啊 呃 他这个篮法呢 呃 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啊 呃 我也多少赞成一点 因为这个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当然我们存在是一个抽水 是一方面的问题 呃 第二呢 是如果打四手的话 如果懒位不高的情况下呢 我们赢力是很有希望的啊 我们上下上下运气好啊 呃 这个牌本身是望庄的牌啊 那我们还是可以赢的 怕就怕呢 是经历了连续几学望闲的牌 呃 这样的话呢 懒位升的比较高 呃 我们知道每次一点二倍呢 如果是打了爬了几层的话 这个可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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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啊 可能是 呃 一手可能搞不好下几万啊 呃 一手你如果下这个三四万啊 六万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输四手 二十万就没有了 你再输四手 呃 本身又是这个三四十万又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就就非常多了 即使赢了的话呢 我觉得震荡就太大了 你从一千打起 你要是说打到这个楼梯走到二十几层 啊 每一次震荡呢 你可能都受不了啊 你可能就是输赢百万都有可能啊 呃 也不仅是输啊 赢也可能赢百万的啊 呃 好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模拟五百学的结果怎么样 呃 呃 第一个五百学呢 我们看我们 打到了 懒位打到第二十四层啊 呃 打到了 六万一手啊 一手就 一学就 赢了二十四万啊 四手啊 打平打平一二三四 当然我们是有5%的抽水了 没有抽水可能更好一些 呃 我们每学赢钱赢三万啊 因为这个懒位打得真的很高啊 呃 你赢四手 这个这二十四万啊 呃 一把就把这个负的追回来了啊 呃 这个图形我们看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蹭了一下就上去了啊 我们看一看图形吧 哇 一个很诡异的图形啊 呃 慢慢的上升 这个说明懒位走的不高啊 上下上下 突然呢 这个可能出现了几个忘弦的牌 呃 整个跌下来了啊 呃 跌下来说明懒位上去 上去还输 楼梯走到上面输 但是呢 正是因为楼梯走的比较高啊 我们出现了几个忘装的牌 我们上了也比较快啊 呃 所以我们能下的多快 我们就能上的多快 呃 不能完全追回来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有抽水的关系啊 我们看得出来 呃 好像也差不多有5%啊 我们输了这么多 我们上来之后好像追不回来啊 差了一点点 啊 没关系 我们上来之后慢慢追 啊 我们又又追一直又赢啊 呃 我们曾经一度赢20万 啊 在这里 后来突然就下来了 然后突然又上去了 啊 上去的呢 还是没有我们下来的高 啊 这像我说的可能是抽水的问题 然后我们又下去又上来 这个每一手输赢 这个每一削输赢就就大得不得了啊 我们一削输了100万 天呐 对吧 呃 在高揽位的话 如果碰到了一个望闲的牌 呃 这个对我们不太好 所以这个打法我觉得是不是要考虑考虑呢 又打桩又打闲可能好一些啊 呃 只打桩抽水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呃 碰到望闲的牌可能就就真的不行了啊 呃 有说望闲的牌的时候 虽然闲比较少 但是望闲的牌的时候 我见过好像不比桩差多少啊 我见过二十几个桩的啊 我也见过二十几个闲的啊 嗯 所以这第一个五百靴呢 呃 我们还勉强可以啊 我们看看第二个五百靴啊 哦 第二个五百靴 我们输了一百多万啊 呃 呃 偏向于闲的牌啊 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上来就连输四口 这个本身就让我们一下就输了四二四 呃 二十几万啊 呃 将近二十万啊 呃 我们输出赢 输出赢赢 赢的话呢 这个抽水的数额就非常大了 呃 我们一手赢的话 抽水是三千 呃 我们三手这个抽水就一万了啊 所以这个打到高篮位 我觉得 全打桩的话 抽水太厉害了啊 你要打的篮位过高的话 就像我说的之前的那种大的震荡的输赢被我们碰上了啊 看一下图形 这个图形呢 跟我刚才说差不多啊 下去上来 呃 追上来好像永远追不到最多的啊 好像永远在下面一点啊 这个就是可能是抽水的问题 他曾经最后追上来了 但是有几次呢 可能是连续出现了几些望闲的牌 呃 一下就跌的非常厉害啊 最多的一学输了一百二十万 呃 呃 这个和前面的这种 简单的这个这个输赢啊 输赢这个两万三万笔 呃 差的太多了啊 到后来震荡的太厉害 碰到了望闲的牌 我们这个几乎没有一点保障啊 我们输赢就是震荡的非常大啊 呃 我们再看下一个五百靴 呃 这个更厉害了 我们打到第二十六层啊 呃 这个时候呢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 看起来没那么多啊 但是我们最后已经加到了一把十万 看到没有啊 啊 女士们乡亲们 一削赢的话 呃 三十万啊 输的话也是三十多万啊 三十多万可能四十万了啊 因为我们抽水非常多 一手抽水五千 四手抽水两万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输了二百万 呃 呃 没有啥 没有啥这个大惊小怪的啊 你如果这个这个这个比较望闲的牌啊 你竞 竞输这个八口啊 八口 八十万一下就没有了啊 其实只学只是 这个两百万只是两学比较望闲的牌 就把你解决了 我们的图形呢 呃 很奇怪啊 都是在结束的时候 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掉下来啊 呃 可能是一路这个慢慢的爬 呃 小赢的时候造成这个揽位过高 呃 输的时候呢 这个揽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呃 赢的时候也震荡 呃 反正是在最后五百学之内出了事 呃 呃 输的时候一学也是输了一百多万啊 当你五万一手的时候输一百万真的不是很多啊 只是是一手非常望闲的牌就搞得定 一开始我们这些赢呢 赢的这些钱呢 呃 后面这个一学比啊 已经是芝麻绿豆了 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最后一个五百学怎么样 哦 最后一个五百学我们是赢的啊 呃 我们看一看这个懒位不高啊 这个是我们赢的一个可以说像我设想的差不多啊 懒位不高才能赢钱啊 呃 因为我们震荡的不是很大啊 抽水也不是很多啊 到后来抽水抽的也是蛮厉害的 呃 这个图形呢 好像还正常一点啊 没有出现一种长期的连续的望闲的穴 呃 所以我们我们这个图形看呢 其实就是比较正常啊 我们一学应一万多 输一万多啊 输的最多输六万啊 上下震荡不是太大的事 那我们一直是上升的 看到没有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呢 我们下降之后回升的时候呢 我们回升的可能是没有下降的多啊 因为我们存在输是输一百 赢是赢九十五啊 所以我们在追的时候呢 也是被一个抽水给限制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一想能不能有一种 呃 比较相对于说比较聪明的一种打闲的方法啊 那不是手手都打啊 呃 可能是一种比较聪明的打闲的方法 然后用一个楼梯懒啊 甚至是装弦混合 我觉得只打装的话 被抽水吃的太厉害 呃 我们用一种装弦混合 或者是只打闲的方法 配合这种懒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多少好一些吧 呃 好了 我们这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啊 呃 就是这位网友提出的 呃 这个楼梯懒的方法啊 呃 我觉得如果是 这个打法不是说这么简单 全程打装的话可能还可以啊 呃 这位网友也说这个方法比较认同啊 这个篮法可能是有一定它的一定优越性 呃 但是我觉得这个打法是不太好啊 偏重一门的话呃 容易被吃掉啊 可能打法的方面可能下些功夫啊 呃 这个篮法呢 希望上升的不是太高啊 在一直保持在楼梯在十层之内 我觉得还可以啊 如果是20层呢 到最后可能也是赢啊 但是呢 造成你本金不够啊 一手震荡的特别大啊 到那个时候呢 呃 你之前赢的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啊 可能是两手三手就没有了啊 呃 所以这个太高的话呢 我就不太推荐了啊 我们试试再能不能找一个呃 相对说稳定的这么一个楼梯的上限来打啊 看看怎么样 当然这种情况呢 就可能出现断篮啊 你打的太高呢 你不继续下去 你这个篮就断了啊 所以各有优劣 呃 这个篮法呢 我觉得还是要配合一个比较好的打法啊 呃 看看网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打法啊 呃 不是这种简单的这个天气的打法啊 真的全程打装啊 可能 对我们整个这个收益有帮助 呃 好了 这期的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呃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订阅留言点赞 呃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给我们提出模拟方案 我会抽时间给大家模拟啊 谢谢大家